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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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国海军战列舰一再侵犯菲律宾云海 最近接近首都马尼拉海岸 菲律宾总统 多特尔特的发言人说 今后所有外国船只必须事先通知 并且在获得菲律宾允许的情况下 才能穿越其海域 总统发言人说 要么善意遵守规则 要么我们将以不友好的方式强制他们执行 在爱尔兰匿名14岁的穆斯林女孩在街上行走时 遭到一大决人的袭击 袭击者将孩子踢到地板上 摘下女孩的头颈 向她认鸡蛋 被袭击的女孩描述的事件过程 警察宣布他们已开始调查并搜查种族主义者